這題是說,自這個點,P是負1跟4 然後像這個圓,這個圓就是這個圓 做兩切線,PA跟PD 切點分類是AB 那麼,第一小題 他問說,這個三角形,PAB,那個外接圓 它的方稱是為何 我們曉得,這個圓,它的圓心在哪裡 這圓心O,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2分之負C 所以這是3 2分之負D,這是負2 這圓心 好,那麼現在的話 他那個圓的方程式的話,就多少 就是說,那個圓上面的動點 加SY的話,這是X 減掉3 乘以呢 這個是X 減掉多少呢 減掉1 加1 加4 加多少呢 加這個Y 加2 Y-2 乘以Y-4 這個等於0 所以得到什麼呢 這個方程式多少呢 是這個 X平方 減掉多少呢 減掉2X 減3 加Y平方 減2Y 減8等於0 減3 減掉2X 這個方程式的方程式 尋了4 就是-1平方 加上y-1平方 等於13 再來我們看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他問什麼呢 問直線AB 直線AB的話 可以代公式 代極限方程 代極限方程 直接把它帶到這裡 就是-x 加4y 減掉 6除以2是3 x加1 x加1 加2倍 4除以22 y加y0 y加4 加9 等於0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約掉負2 2 2x 減掉3y 減10 等於0 那AV直線就算出來 所以第二小題 AV直線 AV直線 就是2x 減3y 減10 減3 減3 4C 4D 4D 是D平方 D平方加1平方 減4F D平方是36 加上1平方是46 減掉4F 4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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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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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F 16 416 4分4 2 半徑是2 半徑是2 假設切線的斜率叫m 切線斜率叫m 通過這一點 所以直線方則是 可以寫成y 減4 等於m 就是切線 切線可以設成這樣子 假設切線斜率就m 然後x加1 那我把它寫成標準是mx-y 再加 再加m加4 等於0 那麼它到什麼 就是圓心 圓心是3乎2 到達直線的距離是2 也就是2等於多少 這個平衡 這個平衡加這個平衡 1加m平衡 把3跟負荷帶進來 3m 加2 加m 加4 這個是等於4m 加6 4m加2可以約分 22得4 23得6 好 那我把它撐過去 以後兩邊平方 1加m平方 等於多少 2m加3的平方 等於4m平方 加4 312 12m 再加9 這得到多少 3m平方 一過來 3m平方 3m 加12m 加8 等於0 它又來8了 所以要再曉得 m等於多少 等於a分之 負2分之b 負6 加-根號 2分之b平方 6636 -ac 3824 所以 所以 更號12 那這樣等於多少 等於 這3分之負6 加減多少 更號12 更號12 是等於2 更號3 2更號3 這是 就是那個協議 那有兩條 有兩個協議 所以這兩條等於多少 就是y 等於m 是 3分之 負6 加減 更號 加減2 更號3 2更號3 它乘以x加1 它把負4移過來 再加4 這就是兩條切線的方程式